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由中家衛為你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美國佛州州長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6月7日簽署了兩項立法 目的是打擊中共在佛州的影響 德桑蒂斯在邁阿密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現在放眼看看 沒有誰實體 被中共對美國各行各業和機構 施加更廣泛的邪惡影響 夠了 我們今天所做的是 開始反擊 州長當日簽署的第一項法案規定 今次公立和私立的高等學術機構 與中共政權 或者與它關係密切的公司達成協議 撤斷中共滲透入這些機構的機會 法案還將確保 所有尋求同學院 與大學合作的民族國家 公司 組織和個人 都經過全面審查 而佛州在2019年9月 就關閉了該州最後的一間孔子學院 第二項法案稱為 佛羅里達州打擊企業間諜法 將竊取和出售商業機密 定為刑事犯罪 德桑蒂斯說 為私利竊取或試圖竊取商業秘密 在佛州構成三級重罪 最高可判處五年監禁 他說 如果同一個人試圖出售秘道的商業秘密 他們將面臨二級重罪 處罰更重 而個人或實體 將因代表外國政府行事 而面臨更嚴厲的處罰 他說 我們知道需要站出來 因為這種狀況真是失控了 他在星期一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 隨著兩項法案簽署成為法律 佛州將擁有全美 至今為止 對中共影響力所採取的 最強而有力的保護措施 這兩項措施 都將於7月1日生效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6月7日發布消息稱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 Yens Stoltenberg 在布魯塞爾北約峰會前夕 建議俄羅斯重新參加 俄羅斯北約理事會會議 引發外界關注 拜登章於9日啟呈火勾 除了與俄羅斯總統普京 Vladimir Putin會面之外 他亦將參加G7和北約峰會 北約秘書長對外表示 俄羅斯和北約有很多 符合共同利益的話題可供討論 可以討論相互觀摩軍事演習等議題 以防止誤解 和可能的升級 另一個是討論各方軍事活動的充分透明度 以避免在空中和海上意外事件發生 他說 北約和俄羅斯的關係 達到了冷戰結束以來從未見過的水平 對話是克服緊張局勢的最佳方式 此前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Sergé-Lavrov表示 俄羅斯願意恢復 在俄羅斯北約理事會框架內的接觸 軍方應先開始對話 北約在此時向俄羅斯伸出橄欖枝 無疑是最好的回應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於1949年 目的是對抗共產主義蘇聯的威脅 隨著中共近年在國際社會 不斷發起的擴張行徑和戰狼外交 北約面臨著重新調整它的戰略佈局 而華盛頓亦促使北約 考慮對中共這個不斷增長的軍事大國的立場 2019年4月 在北約紀念成立70週年的時候 時任美國駐北約大使哈奇森 K. Bailey Hutchison 說 北約正在對中共的行為做風險評估 敢於視著北約這個軍事集團的重心開始東移 離開了當初北約 在歐洲對付蘇聯侵略的初衷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 Michael Flynn 的弟弟 查爾斯·弗林 Charles Flynn將軍 於6月4日已經正式被任命為 美國陸軍太平洋地區指揮官 他發誓要應對中共日益增長的軍事威脅 向印太地區部署 美國陸軍第一支多領域作戰特遣部隊 據《獨立報》報導 查爾斯·弗林將軍 當日的任命 在夏威夷·沙夫特堡 Ford Shafter舉行了儀式 他將指揮這一支 由9萬多名官兵組成的部隊 他是四星級中將 在美國國會得到了兩黨的支持 查爾斯·弗林將軍 在就職儀式上說 今天隨著中共的發展趨勢越來越令人擔憂 對自由開放的太平洋地區構成挑戰 陸軍被要求再次轉型 如果我們只是一個領域裏面運作競爭和戰鬥 我們將放棄優勢 並將我們的未來置於危險之中 但是 如果我們作為一支整合的聯合部隊 和我們的盟友和夥伴緊密合作 採取行動和戰鬥 地球上沒有任何對手 可以和這支部隊抗衡 據陸軍網站報導 查爾斯·弗林說過 從總統和國防部長 到作戰司令部和首長 我們國家的國防領導人已經指示 我們必須用不同的方式思考 行動和運作 在做的過程之中 我們將好像歷史上 一再教導我們那樣 更有效在印太地區進行競爭和威懾 並在必要時取得勝利 美軍印太司令部負責人 阿斐里諾上將表示 歡迎查爾斯·弗林回到夏威夷 並要求部隊集中精力 抓住主動權 繼續執行並確保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所需的綜合威懾力 他說 美國陸軍太平洋司令部 是美國分布在國際日期線以西的 主要聯合部隊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以保護及維持區域穩定 並能與所有的盟友和夥伴 充分協調合作 查爾斯·弗林今年57歲 以前曾經多次駐紮在夏威夷 最近一次是在美國太平洋陸軍 擔任副總司令 他期望進一步擴展和測試 這隻陸軍中第一支多領域突顯部隊 在戰鬥中協調空中 陸地、海上、網絡、太空和電池聯合部隊 2021年大陸高考 在6月7日正式開始 全國共有1,078萬人報考 其中北京有逾4萬5千名考生應考 適逢中共建黨百年前夕 當地警方在嚴鎮以待 投入6,010名警力 在107個考場戒備 每個考場約派住8名警員 據稱今年作問題都與中共建黨有關 專家認為中共是利用高考強化政治洗腦 中共教育部數據顯示 今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比去年增加了7萬人 再創新高 北京今年還首次在市內所有考場設置人面識別系統 考生需要經系統接受身份驗證 及為禁物品檢查、嚴防作弊、代考等事件發生 7日上午 首場與民考試降一結束 全國各地的作文題目立即登上微博熱手 同時 全國不同地方的考生應考的8條作文題目 陸續曝光 中共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專家 陳志民指出 今年高考各地須有8套史卷、8條作文題 其實只有一個建黨主題 諷刺的是 提倡無神論的中共的考場內 寫著關於共產主義百年歷史的作文題 而在高考考場外 很多學生家長卻在考場門前 擺上供果、插上香 並跪地叩拜 不少網友嘲諷 不知道的還以為這裡是廟呢? 還有網友表示 應使教育制度將家長逼封了 自由亞洲電台評論說 在一史定生死之下 考生家長壓力山大 在部分考場外 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幕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6月7日在華盛頓新聞簡報會上表示 拜登當日 與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 Volidemir Zelensky通話 重申自己支持烏克蘭主權的堅定立場 並邀請澤倫斯基 今年下季訪問白宮 路透社援引 一名烏克蘭總統顧問的話 報導稱 拜登與澤倫斯基 就他6月16日 與俄羅斯總統普京 在日內瓦會面交換了意見 此前 澤倫斯基曾經表示 自己希望在6月16日 美俄峰會之前與拜登會面 澤倫斯基在新聞會上表示 自己對美國政府 放棄對建設俄羅斯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 的一些實體和個人實施制裁的決定 感到失望 還表示準備隨時隨地與拜登會面 以說服美國停止俄羅斯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建設 北溪2號是經波羅的海 連接俄羅斯和德國的天然氣管道項目 由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牽頭 多家歐洲公司共同參與建設 總輸氣能力預計每年550億立方米 當初川普政府認為 這條管道將增加歐盟對俄羅斯的石油依賴 危及歐洲的能源安全 同時對烏克蘭和波蘭的經濟造成影響 要求終止建設 否則就將制裁參與該項目施工的個人和實體 今年5月拜登政府決定豁免和建設北溪2號管道 有關的公司和一些個人 這一節的新聞為你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